一大千早天还没完全亮 在绿岛的人权纪念公园 就已经聚集了大量的人潮 他们都是来参加 2012年火烧岛全国马拉松赛的选手 不过怎么会出现大哥级 受刑人也来参加路跑 也有古代衙门的捕快 现代法官 检察官 竟然还有女警 而这群人都是为了参加这次 火烧岛马拉松而装扮的 符合主题 然后捕快 我是捕快主 三 二 一 号声一响 大家就向前跑 随着太阳渐渐升起 选手们都可以感受到 绿岛阳光的威力 斗大的汗珠 从选手们的全身 不断滴了下来 对不对 不对 加上跑到硬邦邦 跑起来很不舒服 但是沿路吹起 阵阵的海风 非常的凉爽 沿路还可以一边跑 一边欣赏美丽的风景 有选手 这不在参加路跑 而是可以边跑 边拍照留念 这次分为 42.195公里的全程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 及短程5公里的健康组 等三个竞赛项目 参加比赛的年龄层 骗疾10岁到70岁的民众 其中最为特别的是 来自苗栗的慢跑爱好者 四年内竟然参与100次的马拉松赛 而这次火烧岛马拉松 就是他们贤抗力挑战第一百次白马的纪念赛 今天就是100次了 第一百次了 从几年开始 2008年的11月 2008年的 就没什么感觉了 没感觉了 在每位选手陆陆续续跑回终顶时 虽然大多都是汗牛夹背高兴的跑完 不过就有两位男性选手 较严重的抽筋 在现场护理人员帮他按摩治疗 但是其中一位还被救护车送医治疗 在绿岛酷热的阳光下 伴随着凉爽的东北季风 完成了这次火烧岛马拉松赛 奇变活动已经结束 但是也为当天的比赛 留下永恒的幸福回忆 东台新闻曾经与张家伟 绿岛报导 阿龙赛